我当然建议不一定要守在10月13号了 可以提早一点的话 当然可以提早一点 这几天向政府喊话边境松绑的 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徐书博 听到行政院宣布最快10月13号 入境居检改为零加期 他建议还要再快一点 今天宣布了以后 各行各业应该就已经 可以准备各项的工作 来因应整个的开放时程 所以一个礼拜的准备时间应该是够的 年初就一直讨论至今的零加期 终于出现确切时间点 将有助于工商界商务往来 许出博只希望 期望不要再落空 既然宣布了一个既定的时间 就不要再放鸽子 甚至于不要又恐吓老百姓说 万一疫情又怎么样的话 我又要怎么样 这样子 这样对老百姓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整一次在惩罚所有的老百姓 甚至于惩罚所有的工商企业界 用这种 用这种口吻是非常不好的 国庆解封两样情 产险业是今年最残产业 防疫双险理赔金额将冲破千亿大关 随着边境开放后 亏损恐怕也将跟着攀升 零加期后确诊率恐怕大增 产险业实际理赔金额已不敢想象 尤其许多业者已经陆续增资 借钱贷款 产险业先起史上最大一波增资潮 甚至还有业者卖不动产补缺口 就怕零加期实施成为压垮产险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新闻综合报导 店家的美丽 长期是下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